男子在泰国的畸形秀上看见了消失一年的妻子 然而此刻的妻子却已经被人做成了人质放在舞台上展览 这就是最近爆火的电影《消失的她》的原型之一 事件发生在1998年的泰国曼谷 那时候随着经济发展 旅游业也逐渐兴起 一对夫妻结婚后没多久便决定出国旅游度蜜月 两人选择的旅游地点是泰国的曼谷 因为时间上正好是旅游旺季 所以街上人山人海的 两人在泰国待了好几天 都没玩到自己喜欢的 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 于是两人就决定第二天换个人少的街道去逛 虽然两人在出发前 曾听朋友说起过泰国这边比较乱 让他们一定不要去人少的地方 但是为了不白费这一次旅行 他们第二天还是拐进了一个 人流量少得多的小巷子 没有了拥挤的人群 小两口自在多了 两人一边吃一边逛 两边的商店也有各种稀奇的小玩意儿 两人越逛越深 不知不觉距离闹市区已经有段距离了 突然妻子看到一家服装店 目光顿时被里面的衣服吸引 妻子连忙拉着丈夫的手走进店里 此时逛了半天街的丈夫 早就已经疲惫不堪了 一进店就坐在了店里的沙发上休息 并告诉妻子 让她去挑就好了 自己负责结账 妻子本想拉着丈夫一起挑 但见丈夫神情疲惫 只好做罢 她挑了几套 看起来很有气质的衣服 便走进了十一间 丈夫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 也不见妻子出来 她便想要出去抽根烟 随口对着妻子刚刚进去的那间 室一间说了一下 便去门口抽烟 一个烟抽完 丈夫依旧不见妻子的影子 距离妻子进去室一间 已经二十分钟了 丈夫顿时觉得心中不安 她接连呼唤了妻子几声 都不见有人回应 便立刻推开了 刚刚妻子进去的那间室一间的门 结果室一间内空空如也 她以为自己记错了 或者妻子刚刚在她抽烟的时候 又去了另外的室一间 她便将店内所有室一间的门 全都打开看了个遍 但是一句没有妻子的身影 她顿时慌了神 连忙叫来店员 询问有没有看到之前进来的妻子 可店员却一致表示 哪有女人进来 从此至终就只有丈夫一个人进店 丈夫顿时觉得后背发亮 她立刻选择了报警 但是泰国警察来到店里之后 也在店里找了一圈 包括店员收银台这里 也都找了一圈 并没有妻子的任何蛛丝马迹 就像店里真的没有出现过这个人一样 随后警方又跟着丈夫沿着来时的路 一路找回酒店 可依旧没有妻子的踪影 妻子就这样凭空消失在丈夫面前 警方看着丈夫的样子 只能示意她节哀 但是丈夫并不死心 接下来的几天 丈夫每天都在大街小巷 寻找妻子的踪迹 甚至还张贴了妻子的寻人启事 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的收获 可丈夫的签证已经要到期了 无奈 她只好选择先回国 但是回国后 她也没有放弃对妻子的寻找 几次回到泰国寻找 却依旧无果 就在她希望扑灭的时候 妻子却突然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只是妻子的模样 却令她遍体深海 在泰国十一间里 离奇消失的妻子 一年后 却出现了畸形秀表演会上 被人砍掉双手双脚 装在花瓶里 只露出一个脑袋 嘴里呜呜地叫着 当时丈夫抱着最后一点希望 再次飞到了曼谷 来到曾经和妻子旅游的地方 订了曾经订过的酒店 又来到曾经一起逛过的小巷子 这时再看那条巷子 她不由觉得有些阴森恐怖 顺着这条巷子走了一遍 回酒店的路上 丈夫突然停住了脚步 远处是一个闪烁着 绚丽灯光的地方 上面写着 畸形秀三个字 她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原本她对这并不好奇 但今天 内心总感觉自己要进去看一下 走进畸形秀表演的场所 她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 只见台子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花瓶 花瓶上露出一个脑袋 由于披头散发 只能看到那是一个女人的头 身体部分全都被塞进了花瓶中 丈夫只听过畸形秀 却没想过见到这样的场景 她忍住内心的不适 又仔细看了一眼 从那被头发遮住的缝隙中 她还是看出了台上之人的身份 那正是她消失许久的妻子 这个认知让她既开心有心痛 她立刻找到后台之人 要求将妻子带走 但是后台之人并不同意 丈夫便问其 要怎样才能带走妻子 后台之人要求丈夫 要出一定数额的赎金才可以 就其心切的丈夫听后 立刻抽来了赎金 将妻子带了回去 此时的妻子已经被折磨得 几乎没有生气了 将妻子带回国后 她才发现 妻子不仅仅是被人砍断了双手双脚 而且似乎是为了让她不要好脚 还将她的舌头给拔了 带着妻子去医院治疗时 妻子已经神志不清 认不得丈夫了 只要看到有人靠近她 她就神情激动 想要尖叫 却只能发出啊啊啊的声音 丈夫看到这样的妻子 感到无比悔恨 她很想知道 妻子这些日子都发生了什么 但是由于妻子的舌头已经被拔了 根本无法说话 她也不想逼妻子再去回想受到伤害 她辞去了工作 每天都陪在妻子身边 虽然妻子已经不认得她了 但是在她每天的陪伴下 似乎也慢慢适应了她的存在 对她在身边也没了反应 似乎知道自己不会再受折磨 妻子渐渐平静了下来 但还没等丈夫开心 妻子就像是耗尽了最后一口惊奇事 整个人迅速萎靡 并永远地闭上了眼界 虽然在我们听来 这个故事好像有点离谱 但是不知道大家在小的时候 有没有听过 或者看到过马戏团里 也有类似的畸形秀表演 我小的时候是听大人们说过的 马戏团里有人形不倒翁 但是小时候因为害怕 并没有去亲眼看过 这样惨无人道的畸形秀 到底是怎么流行起来的 消失的它中 泰国畸形秀这一段 相信也给大家带来深刻印象 这可不只是电影中的情节 现实中也是有的 并且还风靡一时 可这样残忍的畸形秀 到底是如何流行起来的 畸形秀最初流行 在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 在畸形秀上会展示一些 让人看了会感觉不适的畸形生物 不仅有人 还有各种奇怪的动物 这些生物有时会成为 马戏团里表演的一员 有时也会被人运送到一些展览会上 有时也出现在狂欢节的表演上 通常这些畸形生物 会引起人们强烈的视觉踪迹 以这种方式来达到 某些人心中的满足 虽然我们不理解 甚至感觉有些害怕 但人总有猎奇心理 有这样的心理 就会有畸形秀的市场 有市场 就会有人为了这份市场 而不择手段 一开始 美国还只是专门研究 培育出一些畸形的动物 后来 渐渐开始演变为 制造畸形人类 这样的畸形秀 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 为了限制因为畸形秀 而搞出来的各种畸形人类 美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要求除了用于科学研究的 基于一切展示畸形人类的 都不被允许 虽然有了这项规定 但美国依旧有很多地方 还是存在这种畸形秀 而畸形秀中最受欢迎的 就是人形花瓶了 也就是我们说的 人质 而人质最早的出现 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 吕后对七夫人 采用的一种刑法 由于吕后不得刘邦喜爱 每次出行都由七夫人陪同 而七夫人长相貌美 身材鲜细 还与刘邦有义子 吕后为了巩固自己孩子的地位 也出于对七夫人的嫉妒 便寻了个由头 在刘邦死后 将七夫人砍去了死之 并且将七夫人毒雅 装在罐子里 这也就是最早的人质 但那时候 这可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法 而不是工人取乐的工具 而消失的他中 妻子消失后被做成人质 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也许有人认为 那是都市传说 但无论怎样 还是建议大家出门旅游 一定要注意安全 毕竟东南亚一带 可是嘎妖子贩卖人体机关 最厉害的